我非常着迷于朱元子共色主义时期的作品 那是创作于艺术家在旧金山加州艺术学院就读的阶段 作品有类立体派的分割造型 在色彩的使用上彩高彩度的互补 或跳跃性的对比用色 相当精彩 而于人物的描写时 亦能精准地捕捉被惠者的感情 朵尔·巴斯维尔的肖像正是该时期的作品 画作完成于1926年 朱元子第一次赴法国时 在巴黎停留四年 欧游的生活让他的画风有了改变 用色较无旧金山时期鲜艳 多了些沉淀 并开始回溯中国文化的根源 将奴家、道家的思想 与哲学的形象融入绘画 带有些许超现实主义的气息 纵观他的作品 我还是偏爱他早年 共色主义的创作 也就会让他走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